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分男和女 无分老和少 不再有方言 大家说话语 听一听 记一记 开不说几句 多亲切 多便利 简单又容易 听一听 记一记 开不说几句 多亲切 多便利 简单又容易 我会说华语 第一集 老师才刚走开一会儿 你们就把课试弄得这么软 是我的 不是我的 大家别怕 您也别怕 为什么你会在箱子里面呢 我一直都住在箱子里面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什么是名字 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的 比如说我叫徐斌 大家都叫我徐老师 我叫陈玲玲 我叫萧丽媛 我叫吴伟一 我们都是人 人会说话 会笑 会哭 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生的 我们会长大 我们人有一张嘴巴 两只眼睛 两只耳朵 一个鼻子 一个舌头 有没有人长成这样的 没有 我明白了 我叫Jack 大家都叫我Jack in the Box 那我们就叫你小杰好不好 小杰 很好听 我喜欢 你为什么会在箱子里面呢 我一出事就住在里面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出来玩 外面真好 有这么多朋友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 我怎么记得了你们的样子呢 我们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啊 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游戏好吗 好 现在这几位同学的手上 拿着他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的画像 我们就把它们放在一起 让小杰来认一认到底是谁 好 首先就请玲玲贴上她的眼睛 尾仪贴上她的鼻子 丝影贴上她的嘴巴 左儿贴上她的耳朵 你看这是谁呢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是她 也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她 也不是我 那是谁呢 因为这是用你的眼睛 你的鼻子 你的嘴巴 还有她的耳朵 组成的一幅画像啊 哦 所以谁也不像 对了 如果用同样一对眼睛 鼻子 嘴巴 和耳朵 凑出来的便是 是小杰 对了 家长们 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 一起看看他们婴儿时期的照片 告诉孩子 他们是怎么长大的 现在的他跟以前的他有什么不一样 他跟爸爸妈妈又有什么不同 让他能够体会到父母亲对他的爱 大家今天开不开心 开心 因为我们多了一个新同学对不对 对 他是谁呢 小杰 那我们请小杰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叫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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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五岁 我长得不高也不矮 不胖也不瘦 哇 可是已经比很多同学都高了 高 高 高和矮呀 你们看 小杰 小杰 小杰比尾仪高 尾仪比小杰矮 高 矮 我比他高 我比他高 他比我矮 小杰 小杰 你会了吗 我会了 嗯 老师 我要上厕所 好的 老师 我也要上厕所 去吧 可是我不知道厕所在哪里 哦 那你就跟丽绝一起去吧 知道了 来 我们继续上课 好 俊话最高 思敏比较矮 迷呢 最矮 哥哥排行第一 妹妹排行中间 弟弟排行最后 老师老师 小杰进你厕所 老师你叫我跟他去的 你们都回去坐位吧 小杰 刚才老师是叫你跟丽绝 走到厕所的外面 丽绝是女孩子 他应该上女厕所 可是你是男孩子 应该上男厕所才对啊 我怎么知道哪一间是女厕所 哪一间是男厕所呢 哦 这个很简单 我来教你们 厕所的门上 都会有图像 都会有图像或标志 男厕所通常是个男孩子 男人的头 男人的头 或者是英文字 哦 我明白了 哦 我明白了 我是男孩 所以我去男厕所 我是女孩 所以我去你厕所 对了 对了 是不是所有的同学都知道自己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呢 知道 真的吗 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考一考大家 请所有的男孩子用手盖住自己的眼睛 都对了 好 现在请所有的女孩子把手举起来 诶 怎么小杰你也是女孩子吗 老师 我想上厕所 怎么你还没去厕所吗 我忍不住了 林林 老师 为什么男孩子小便是站着的 女孩子是蹲着或坐着的呢 嗯 因为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 男孩子有小鸡鸡 那 小鸡鸡呢 就好像这个茶壶的嘴巴 有了这个嘴巴 倒水就很容易了 你看 但是女孩子没有小鸡鸡 就好像这个杯子一样 如果这样直接倒水的话 水就很容易流出来 但是如果蹲下来小便像这样 地板就不会弄湿了 哦 老师 我小了便了 你有没有进错厕所啊 没有 我是男生 我进男厕所 嗯 诶 不过你好像没有洗手哦 还没吃饭 不必洗手 同学们 上完了厕所要做什么 洗手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上了厕所都一定要洗手 对不对 对 哦 我现在去洗手 老师 可以去你厕所洗手吗 你们说呢 不可以 哦 各位家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体 是越来越好奇 所以呢 我们需要加强他们对性器官的认识 教他们做好清洁保护的工作 告诉他们 私处是不能够让人侵犯的 同时 男孩子应该有男孩子的行为 女孩子也应该有女孩子的举止 老师 地上有张照片 哦 谢谢你 玲玲 这是老师的 老师 这是谁 这些是老师的家人 这是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哥哥 弟弟 妹妹 和我 我家一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人 这里有一棵树 叫做家庭树 这儿有很多叶子 上面写着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玲玲 你告诉老师 你家里都有谁 我家里有爷爷 爷爷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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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妈妈 妈妈 两位哥哥 哥哥 姐姐 姐姐 弟弟 弟弟 妹妹 妹妹 还有我 还有玲玲 同学们 玲玲的家里面 一共有多少人呢 十个人 对了 玲玲 在你家里面 谁的年纪最大呢 爷爷 哦 爷爷年纪最大 我们也可以说 爷爷最老 那谁的年纪最小呢 妹妹 啊 妹妹 那妹可以说 妹妹年纪最少 谁最爱你呢 大家都爱我 那你最爱谁呢 妹妹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说 妹妹年纪最小 还是个婴儿 我们要爱她 老师 我没有家人 我要你做我的妈妈 玲玲做我的奶奶 不行 妈妈是生你的人 奶奶是生你爸爸的人 我不明白 没关系 老师现在就教你们 怎么样称呼家人 爸爸的爸爸 是爷爷 爸爸的妈妈 是奶奶 妈妈的爸爸 是外公 妈妈的妈妈 是外婆 爸爸的哥哥 是伯伯 爸爸的弟弟 是叔叔 妈妈的姐姐 是姨妈 妈妈的弟弟 是舅舅 爸爸的妹妹 是姑姑 妈妈的妹妹 是阿姨 小朋友们 你们爱自己的家人吗 爱 那你们要记得 天天跟爸爸妈妈说 你们爱他们呢 我们爱我们的家人 家长们 家庭的温暖 对孩子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有空的时候 不妨全家老幼 一起活动 比如用餐 照相 郊游等等 让孩子们感觉到 全家人在一起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同时让他们知道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师把我的箱子拿去收 没有箱子 我睡不着 拿来大箱子用吧 好臭 什么味道 好臭 什么味道 这是我的新家 这是垃圾桶 你怎么能睡在里面 是谁把垃圾桶搬进来的 小姐 可是老师 这是我的新家 小姐 垃圾桶是用来装垃圾的 你是垃圾吗 不是 我们的家呢 应该是一个很温暖 很舒服 很牢固的地方 为什么呢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罢了 家不只是睡觉的地方 在打雷和下雨的时候 待在家里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安全 老师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 从前哪 有三只小猪 他们要为自己建一间房子 老大小白猪很懒惰 他用草建了一间房子 老二小黑猪也很懒惰 他用木棍建了一间房子 最小的小花猪最勤劳 他用砖头建了一间很牢固的房子 这天 大灰狼来了 他的肚子正饿得咕噜咕噜叫 他看到了小白猪的草屋 使劲一吹 房子便倒了 他吃了小白猪 大灰狼来到了小黑猪的木屋前 他使劲一推 房子也倒了 他吃掉了小黑猪 最后 大灰狼来到了小花猪的砖头屋前 他使劲一吹 房子没倒下 他使劲一推 房子还是没倒 最后 他跳上屋顶 从烟窗爬了进去 聪明的小花猪 做了一锅汤 大灰狼掉进汤里 烫死了 小花猪的屋子最好 所以没有被大灰狼吃掉 如果住在垃圾桶里面 我一定会被大灰狼吃掉的 对呀 因为垃圾桶不坚固 好 老师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家 好不好 好 屋子有很多种 有的很高 有的很矮 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这是客厅 是我们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朋友来了 我们请他们到客厅坐 爸爸在客厅里看报纸 这是客厅 里面有什么 沙发 电视机 电话 时钟 这是睡房 妹妹在睡房里睡觉 这是睡房 睡房里有什么东西呢 床 枕头 被 衣橱 这是厨房 妈妈在厨房里煮饭烧菜 这是厨房 厨房里又有什么东西呢 电冰箱 碗碟 杯子 洗衣机 这是饭厅 我们在饭厅里吃饭 这是饭厅 饭厅里有什么呢 有饭桌 有吊灯 这是书房 我在书房里做功课 这是书房 书房里有什么呢 书桌和椅子 桌灯 书 这是冲凉房 哥哥在冲凉房里冲凉 冲凉房里又有什么东西呢 牙膏和牙刷 毛巾 肥皂 老师我最喜欢饭厅 因为可以在饭厅吃东西 你真贪吃 老师我最喜欢睡房 因为可以睡觉 老师我最喜欢客厅 因为客厅有电视机 可以看卡通片 很好 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有什么东西是不应该在里面的 你们告诉我 好不好 好 看看这张图片 什么东西不应该在里面 床 这张呢 碗碟和筷子 这张呢 沙发 再看这张 洗衣机 那这张呢 牙膏和毛巾 看看这张 书桌和椅子 你们都打得很好 原来家是这么大的 小杰 小杰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 他的家只是一个小小的箱子 没关系啊 我可以到大家的家玩啊 你们欢迎小杰到我们的家玩吗 欢迎 老师 老师 我家附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家附近有商店 学校 图书馆 我家附近有游泳池 公园 我家附近有戏院 游乐场 我家附近有快餐店 好了 午睡时间过了 我们要准备起身了 可是 老师 我还没睡呢 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 我们把枕头收好 来 快点 不要 我们要学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在学校里头 可不能全靠老师的啊 在家里面也不能全靠妈妈的 知道吗 可是妈妈要照顾我们啊 可是 你也不能什么事情都让妈妈做 对不对 如果你们爱妈妈的话呢 就应该多帮她做一点事情 这样她就有多一点时间休息 对吗 我们还想能做什么呢 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 比如说喝了水以后自己洗杯子啊 起床以后自己叠杯子 我自己穿衣服 我自己穿鞋子 嗯 大家都是好孩子 来 我们现在就动手把床主收好好不好 好 好 家长们 在家里不妨鼓励自己的孩子多动手 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做不好没关系 一次生两次熟 良好的习惯应该从小养成 小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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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小养成 一朵甜蜜 我的朋友就是你 而且还要有礼貌 要说谢谢 对不起 请 还有再见 你好 对对对 老师 老师 不好了 小杰有危险 救命啊 救命啊 老师 我的手边接住 小杰 比方老师来帮你 老师一个人力气不够 有谁肯来帮忙的 老师刚才不是说朋友之间 应该互相帮忙 互相关心的吗 小杰是不是你们的朋友呢 是 那你们希望他一直被卡在这里吗 不想 老师 我来帮你 老师 我也来帮你 我们也来帮忙 来 我们一起用力啊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加油 哇 好美啊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是谁啊 我是音乐盒里的小公主 你们好 小公主 你好 谢谢你们替我打开盒子 让我能够出来玩 你应该谢谢小杰 是她先发现你的 你就是小杰 谢谢你小杰 小杰 小杰 小公主在跟你讲话 你不理她是没礼貌的 她害我跌倒 她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是你自己害怕跌倒 你怎么能怪小公主呢 你们有了新朋友 就不喜欢我了 你这么小气 我们不喜欢你 丽媛 小公主可爱又美丽 我们喜欢她 是 耶 你抢走了我的朋友 我同意你 诶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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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妒忌小公主的 这样吧 老师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从前呢 有个鼠宝宝 她要找一个朋友 会跑又会跳 鼠宝宝找到布娃娃 她不会跑 不会跳 坐在一边 咪咪笑 鼠宝宝找到小鸭子 她会跑 不会跳 摇摇摆摆去洗澡 鼠宝宝找到了小青蛙 她会跳 不会跑 呱呱呱 整天叫 鼠宝宝 鼠宝宝 找到了小花猫 她会跑 又会跳 哎呀呀 鼠宝宝吓得赶快跑 鼠宝宝找不到朋友 急得吱吱叫 眼泪哗啦哗啦 往下掉 鼠宝宝 鼠宝宝 你为什么哭啊 我要找个朋友 会跑又会跳 找来找去找不到 鼠宝宝 别哭 别哭 我就是你的好朋友 会跑 又会跳 鼠宝宝 仔细一看 呱 原来也是一只鼠宝宝 你和小公主从小在箱子里长大 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 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 应该珍惜这份友情啊 就好像两只鼠宝宝一样 你们是可以成为一对好朋友的 我才不要和她做好朋友呢 小杰 好痛啊 小公主 啤酒给你玩 小公主 苹果给你吃 小公主 牙娃娃给你 还有糖 还有饼干请你吃 不 我不吃了 还是留给小杰吃吧 她这么坏 你还给她 她是我们的朋友啊 咦 奇怪 小杰去了哪里 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 别管她 你吃吧 是啊 你吃吧 是吧 小杰 你在哪里 小杰 小杰 这种病啊 好痛啊 很痛 小杰 小杰 你怎么了 小杰 我的脚卡住了 我来帮你 小杰 痛不痛啊 当然痛了 忍一忍吧 好了 现在没事了 小公主帮了你 你应该对她说什么 谢谢你 小公主 不用谢 你没事就好了 你刚才推倒小公主 你还应该对小公主说什么 对不起 小公主 我不应该生你的气 没关系 我们都是朋友啊 不只是朋友 我们还要做好朋友呢 那这就对了 小杰 这个苹果给你吃 谢谢你 小公主 你们看 小公主只有一个苹果 但是她却把它留给了小杰 小杰 对不起 我没留东西给你吃 没关系 我有一个玩具 我们一起玩 好啊 谢谢你 玲玲 我们去唱歌跳舞好吗 好啊 我们唱找朋友 各位家长 我们应该多多利用机会 鼓励孩子交朋友 而且要告诉他们 朋友之间要互相关怀 互相礼让 同时朋友是不分种族的 有玩员像我家 老师爱我 我爱他 老师说我好宝宝 我说老师像妈妈 同学们 你们好吗 老师 你好 老师 你好 妈妈来了 你们不是老师生的 老师怎么会是妈妈呢 老师不是妈妈 老师只是像妈妈 小公主 你每天早上看见老师 都要说一声早安 中午的时候要说老师午安 很好 那放学的时候要说什么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诶 还没有放学 你这只懒惰虫 老师你是做什么的 老师教你们唱歌读书啊 这里是幼儿园 大家就在这里玩耍学习 诶 我们带小公主去参观一下好不好 好 走啦 这里是游乐场 我们在游乐场里玩游戏 这里是客室 我们在客室里上课 客室里有白板 桌子 椅子 笔 书厨等等 这里是电脑室 这些就是电脑 我们在电脑室里学电脑 这里是食堂 我们在食堂里吃东西 这里是休息室 这里是休息室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睡午觉 好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老师 我们不要上课 我们想玩游戏 对啊 我们想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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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是上课时间 哦 我们想玩游戏 好了好了 这样吧 我先教你们五个生字 然后再玩游戏好不好 好 第一个字是 走 我会走路 这是飞 小鸟在天上飞 爬 乌龟在地上爬 跑 小杰喜欢跑 跳 小公主喜欢跳 老师 老师学完了 可以玩游戏了吗 好 那我要考考大家 是不是真的学会了 老师会说这五个字 然后你们就做这五个动作 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 跑 跑 第二个是 跳 第三个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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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是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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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 跑 怎么好像少了几个 小节 小节小节 到底什么事 你们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什么日子 今天是教室节 对呀 今天是教室节 什么是教室节 教室节就是老师的节日 我们要送老师礼物 谢谢老师教我们读书 那我们要送什么给许老师呢 我要做一个蛋糕 我做一架玩具飞机 不如我们做一张卡片 好了 不过我不会做 你会吗 我不会 你会吗 我也不会 我只会跳舞 你们真是傻孩子 徐老师 老师根本不需要你们的礼物 只要你们认真的读书 乖乖做个好孩子 那就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了 那像老师说声谢谢 是不是一份好礼物 那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谢谢徐老师 谢谢徐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小鸟和蓝天在一起 花朵和绿叶在一起 星星和月亮在一起 我们和老师在一起 老师给我们讲故事 老师教我们玩游戏 教室节到了 我们说一声 亲爱的老师 谢谢您 耶 孩子在学校的时间不短 所以爸爸妈妈们 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在学校守规矩 有问题要发问 遇到困难要向老师说 如果孩子在学校不听话 那老师也会告诉爸爸妈妈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我们小手拉小手 走走走走走 一重去交游 诶小公主 你怎么走在老师的右边 你应该走在老师的后面 对呀 后面 这是前面 这才是后面 当你走在老师前面的时候 老师看得到你 你走在老师的后面 老师是看不到你的 嗯 我在灵灵的后面 对了 我们看得到小公主 因为她在我们的前面 对了 诶 大家看到池塘吗 看得到 所以池塘在我们的前面 还是后面呢 前面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亭子 是在我们的前面 还是后面呢 后面 老师 刚才我们看到的亭子 这么大 为什么现在变得那么小 哦 那是因为距离远的关系 远的东西看起来 就会比较小 来 你们看那边的塑像 是不是很小 现在我们来到了塑像边 因为塑像很近的关系 所以看起来就很大 那么亭子是不是更小了呢 是 因为亭子更远了 对了 大家的手里面 是不是都有一颗糖啊 是 好 学老师的样子 一只手把眼睛蒙起来 然后把这颗糖拿得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它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是 再把它拿得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哇 变得越来越小了 对吗 对 好了 现在老师要你们把糖 放在头上 糖在哪里 头的上面 好 现在把它拿下来 放在背包的下面 用背包压住它 诶 躺在背包的什么地方 下面 请大家看看这张图片 图上有树 图上有树 屋子 小桥 现在我们把小狗贴在这里 小狗在哪里 小狗在屋子里 小猫在哪里 小猫在桥上 小猫在桥上 乌龟在哪里 乌龟在树下 好 大家已经学会了上跟下 现在我们要学习左跟右 通常呢我们是用右手来写字的 所以跟写字的手同一边的 就是右边 皮球在老师的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对了 老师我是用左手写字的 哦 那你要记得 跟你写字的手同一边的呢 就是左边 韦夷 杨娃娃在老师的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老师可以吃东西了吗 我们肚子好饿啊 是啊 可以 不过你们要先答对问题才能够吃东西 啊 妞妞 你告诉我 汉堡包的上面是什么 三文具 对了 小杰 鸡腿的右边是什么 右边是 梨 对了 鸣鸣 饼干的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包子 对了 小公主 橙的下面是什么 苹果 韦夷 苹果的左边是什么 芒果 看来你们已经学会了方向了 老师 我们可以吃东西了吗 对啊 可以吃了 可以 你们看力员不是已经在吃了 哈哈哈 家长们 其实我们不方在家里面让孩子多做辨认方向的练习 比如说 让他把门子贴在门的下方 把窗子贴在窗户的左边 这样子既可以辨认方向又可以认字 哇 那边好多船呢 哇 老师 好大的叶子 啊 是啊 这边还要大 哦 我们不说还要大 我们说比较大 这两个比较的话 这个小 这个大 大 小 大和小是反义词 就是相反的意思 老师的脚最大 玲玲的脚比较小 米的脚最小 最大 比较小 最小 我的球最小 我的球比较大 我的球最大 最小 比较大 最大 对了 当我们有两样或者是两样以上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来比较 比如说 这根树枝 短 这根树枝 长 长 短 长的反义词是短 当我们用来比较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这根树枝比较长 老师 这根树枝更长 老师老师 这根树枝最长 我们也可以用来比粗细 好比说 这根树枝 细 这根树枝 比较粗 这根树枝最粗 粗的反义词是细 粗 细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要回家了不早了 耶 排成两行 排成两行 矮的同学排前面 高的同学排后面 排整齐点儿 手拉手 对了很好 高 高 矮 高的反义词是矮 好像少了两个人呢 妞妞和小杰呢 不知道 救命啊 老师救命啊 妞妞小杰 妞妞小杰 你们两个原来在这里 真是吓坏老师了 知道吗 老师我和小杰比高矮 她一上去就吓不来 老师 我在上面比妞妞高 你们擅自离开队伍是不对的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老师 好了 现在没事了 同学们记得 如果要离开的话 一定要告诉老师一声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了 回幼儿园了 耶 小朋友 我们在郊游的时候 学了不少反义词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 好吗 大 小 长 短 多 少 远 近 高 矮 大 粗 细 轻 轻 重 前 后 后 家长们 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用品跟孩子进行比较的练习 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跟孩子进行比较 比如说爸爸的手比较长 通过平凉 通过平凡的练习就可以加深孩子的观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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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它只是一条长长的绳子 但是却可以变化很多不同的形状哦 真的吗 形状其实是由一条线构成的 你们认识不同的形状吗 认识 好 那老师就来考一考你们 这是什么形状呢 圆形 圆形 这个呢 我知道 长的圆形 长的圆形 小朋友告诉小公主 这是什么形状呢 椭圆形 哦 椭圆形 这个呢 我知道 是正方形 没错 那这个呢 长方形 长方形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形状 三角形 三角形 对了 好 现在我要请一位同学 告诉我 在生活当中 什么东西是圆形的呢 骨 小朋友 你们还想得出 有什么东西是圆形的吗 有太阳 食中 轮子 吃饭用的盘 衣服上的钮扣 还有我们喜欢吃的汉堡包 那 三角形呢 三角铁 三角形的东西有山 蛋糕 帽子 屋顶 长方形呢 长方形的东西有好多 比如 毛巾 游泳池 巴士 电视机 纸 白板 正方形呢 书本 坐垫 正方形的有 桌子 窗口 饼干 计算机 书本 橡圆形呢 篮子 气球 橡圆形的东西也有很多 好像 鸡蛋 相框 镜子 眼镜 手表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东西 组成漂亮的形状 小学教我们 小学教我们 先用纸 剪出圆形 椭圆形 和三角形 然后 就可以凑成一只只的小鸟了 家长们 请鼓励孩子发挥他们无穷的想象力 多多尝试这类画作 或者用积木堆砌不同的形状 甚至可以尝试新型 不规则型等等 画得很好 红色是我的 是我的 我要用红色画花朵 我要用红色画太阳 是我的 是我的 别抢别抢 有很多颜色 有很多颜色为什么要抢红色呢 我要用红色 其他的颜色同样也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 我有一盒小蜡笔 红成黄绿青蓝紫 我用我的蓝蜡笔画出一片蓝蓝的天 我用我的 我用我的红蜡笔画出太阳红艳艳 我用我的绿蜡笔画得草地绿悠悠 我用我的黄蜡笔画上花朵黄成成 我用我的小蜡笔画出国家多美丽 这样吧小杰 你让小公主先用红色画她的太阳 你用别的颜色画花朵行吗 耶 我可以彩颜色了 哎呀 红色和蓝色都不进了 好可怕 傻孩子 这有什么可怕的 两种颜色调在一起就变成别的颜色咯 我不相信 我们来试试看 红色加黄色变成橙色 黄色加蓝色变成绿色 红色加蓝色变成紫色 红色加黑色变成褐色 黑色加白色变成灰色 哇 原来这么好玩的 小杰 你在干什么 我在把全部的颜色加起来 看它变什么颜色 颜色不能够乱加的 你把所有的颜色加在一起 就变成乱七八糟的颜色咯 真的吗 老师 老师 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 看见天空有很多颜色 那一定是彩虹 我们去看彩虹吧 走 哇 好美哦 老师 为什么天空会有彩虹呢 那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下雨过后 阳光反射 就形成了彩虹 大家看看彩虹有几种颜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种颜色 对了 彩虹有七种颜色 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其实呢 颜色使我们的世界 变得更加美丽 我们的生活也更加开心了 如果说这个世界只有黑跟白 两种颜色的话 你们会喜欢吗 不喜欢 不喜欢 玲玲 白色让你想到什么 白色让我想到白云 白天 可是我不喜欢蓝色的海 变成白色 嗯 私咬你呢 白色能让我想到白糖 蛋白 可是我不喜欢红色的草莓 变成白色 嗯 那小杰和小公主 黑色让你们想到什么 头发和眼睛 可是我不喜欢我的漂亮的衣服 变成黑色 黑色让我想起蜘蛛 黑山娘 不过我不喜欢黄色的花 都变成黑白色 对呀 如果什么都是黑色跟白色的 那就不美丽了 你们看 白兔在绿色的草地上吃着红萝卜 如果这张图片全是黑色跟白色 好看吗 好 学了这么多 现在我要来考考大家 鞦韆是什么颜色啊 红色 树呢 绿色 小屋的烟窗呢 橙色 小屋的窗户呢 黄色 那彩虹是什么颜色呢 红橙 红绿 小叶子 七彩颜色 很好 你们都答对了 去玩吧 耶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作为家长的不方多多利用机会 鼓励孩子多认识日常生活当中的事物 认识他们的形状和颜色 耶 小朋友 现在可以吃茶点了 耶 恭喜张车 耶 老师 我不知道我有几片饼干 你可以教我数一数吗 好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小公主 你现在自己数数看有几片饼干 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我也是 片饼干 对啦 老师 我只有九片饼干 那是因为你刚刚吃了一片呢 小朋友们 小公主的盘子里有十片饼干 玲玲的盘子里有九片 哪一个比较多呢 小公主的 对啦 还记得老师教过你们比较吗 记得 那我就出几道题考考你们了 好 六只老鼠 六只小猫 老鼠多 还是小猫多 一样多 一只老鼠 六只小猫 老鼠多 还是小猫多 小猫比较多 回答得很好 等你们吃完了 老师再教你们更多的树木字 好不好 好 大家看这是什么 屋子 一共有几间屋子呢 有谁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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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请米音来数一下好不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总共有十间屋子 全对了 米可以回座位了 一共有十间屋子 每一间屋子都有一个号码 这是一号 二号 诶 小狗住的是几号 有谁可以告诉我 五号 小狗住的是五号 那比五号小一号的是几号 住着谁呢 四 四号住着小白兔 答对了 四号住着小白兔 那七号的左边跟右边是几号呢 娃娃 小公主 六号和八号 六号和八号 住着谁 小乌龟和小猫 小乌龟和小猫 很好 接下来 老师教你们双数跟单数 单数就是 一三五七九 是单数 单数是不可以配成对的 二四六八十 是双数 双数是可以配成对的 什么是配成对 配成对 好 这样吧 小公主 小杰 敏仪 一二三 三个人 三是什么数 单数 好 现在我让你们找个伴 两个人手拉手 老师我没有伴 因为是单数 所以呢 小公主就没有办法配对了 现在呢 我再请另外一位小朋友上来 有谁愿意上来呢 妞妞 现在我们有四个人了 所以小公主跟妞妞就可以配成一对了 如果有两个可以配对的东西 我们就叫做一双 老师我知道了 一双筷子 一双鞋子 一双袜子 一双眼睛 一双耳朵 一双手 对了 好 现在我们来玩游戏吧 好 小公主 你是几号呢 九号 九号 小公主是最慢找到位子的 所以呢 我们要罚他唱一首 跟树木子有关的儿歌好不好 好 老师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打不到 打到小松鼠 松鼠有几只 让我数一数 数来又数去 一二三四五 树木子在生活当中 被很广泛地运用 其实教掌们 可以适当地让孩子做一些家务 比如说摆摆筷子 分分饼干 多地拿开 少地补上 让孩子学习 计算 排序 比较等等 给你 谢谢 给你 给你 谢谢 给你 小姐给你 谢谢 小公主给你 玲玲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生日邀请卡 什么是生日 生日就是我出世的那一天 也就是妈妈生我们的那一天 我们每一年都会过生日的 我的生日是九月五日 你们的呢 我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 我的生日最好记 是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四三节 同学们早安 老师早安 老师 下个星期六是我的生日 我想请老师和同学和我一起庆祝 没问题 老师一定去的 谢谢老师 小姐 小公主 为什么你们两个闷闷不乐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只有我不知道 我也是不知道 我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爱 我们也没有温暖的家 我们只有一个又热又脏的箱子 我们连袜子鞋子都没有人买 不要难过了 聂心 零星快樂 生日真好 有這麼多禮物 我永遠都不會有生日禮物的 我也是 哇 玲玲 你有好多禮物喔 不如我們猜禮物吧 好啊 你什麼 小潔 小公主 今天是玲玲的生日 應該開心一點喔 玲玲玲的禮物好漂亮喔 謝謝 長方形的是草莓棒 原來三角形的是巧克力 正方形的是相框 橢圓形的是鋪門 圓形的是骨 你們怎麼回事 怎麼只顧著拆玲玲的禮物 卻忘了要切玲玲的生日蛋糕呢 我們先來切蛋糕吧 好啊 好啊 小公主 為什麼只有我們沒有家人 沒有生日 我們好可憐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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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一 二 四 二 三 五 二 五 等一下 小姐 我們走吧 好吧 小姐 小公主 等一下 既然你們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不如去把今天當作生日跟玲玲一起慶祝好嗎 谢谢你们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生日了 小公主小杰生日快乐 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歌好不好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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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三位小朋友过生日 我们有几个蛋糕呢 三个 小杰的蛋糕是什么形状的 圆形 小公主的蛋糕是什么形状的 长方形 那玲玲的蛋糕又是什么形状的呢 正方形 老师要是这样切一刀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形状了 三角形 很好都答对了 老师可以不要考我们了吗 我们肚子饿了 对啊我们肚子饿了 那我们就吃蛋糕吧 耶 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石头剪刀布 小杰小公主 这是同学们送给你们的礼物 这是大家用零用钱买给你们的 谢谢你们 无客气 你们对我们真好 拆开来看看吧 我的礼物很轻 我的比较重 是一双红色的袜子 是一双粉红色的跳舞鞋 太好了 太好了 同学们 小杰跟小公主没有父母 没有家人 我们要好好的爱他们 知道吗 知道 各位家长 不要忘了 每过一年 孩子就长大一岁 千万不要低估了 他们的学习能力 只要耐心教导 他们都是聪明可爱的好孩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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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